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,在韩国卖瓶装水曾经是非法的。在视频最后,大家可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。 以前的人说,明明有免费的水可以喝,为什么要花钱买呢?最近的人会问,哪里有免费喝的水呀?以前的人回答说,井水和自来水,反正水不是买来喝的。我那个时候,卖水是犯法的。 在韩国,现在是花钱买水喝的时代。但卖瓶装水赚钱曾经是非法的。我说的不是朝鲜时代或50年代。韩国的瓶装水产业要到1995年才完全合法。 以前的韩国人经常开玩笑地说,这样下去,谁也要花钱买来喝了。当时花钱买水喝就是一个笑话。那个年代的韩国社会,韩国人都是喝自来水的。 大多数人都没有把水当成商品。考虑到这种民众认知,销售瓶装水可能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。所以有法律规定不能卖瓶装水赚钱。 事实上,韩国的自来水质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不仅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166项检测标准,而且韩国国内有300多项的检测,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更加严格。 直到60年代为止,韩国家庭一直都是饮用和浆水。到了70年代,在首尔还有达井水饮用的小区。 现在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吧。但现在的韩国自来水直接饮用率却很低。 以2023年为基准,自来水直接饮用率只有36.5%。 自来水质量比韩国更低的法国、美国、日本等国家,直接饮用率高达50%到70%。 有这样优质的自来水,如果直接喝就不用买净水器或在便利店买瓶装水喝,为什么要花这些钱呢? 最近大部分韩国家庭都在使用净水器,不烧开,不用净水器,自来水就不会直接饮用。 韩国人的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呢? 决定性事件就是洛东江本分泄露事件。洛东江市沁上南北道千万人口的饮用水源。 1991年3月14日晚上10点左右,位于沁上北道硅尾市的斗山垫子,一条生产线的管道破裂。 由于管理疏忽,该公司未能及时发现。 到第二天的早上6点,有30吨本分流入洛东江支流域西川。 事故发生后,大量民众投诉自来水发出恶臭。 经过调查后发现,在1990年到1991年间,斗山电子非法乡洛东江上游排放了325吨本分。 这成为了韩国民众对自来水失去信心的决定性事件。 虽然事件没有造成民众伤亡,但不是因为含有本分的自来水不够危险。 而是因为当时洛东江的水已经散发出恶臭,根本没人敢喝。 本分是尼龙、除草剂、洗涤剂等原料的化学物质, 即使是少量通过皮肤接触或吸入,饮用被人体吸收,也会导致死亡。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所使用的毒气、原料中就包含了本分。 韩国人一想到连这些化学物质都能进入民众喝的自来水中, 别说不相信自来水,就连斗山集团生产的啤酒都没有人敢喝。 那个啤酒就是已经被外国企业收购的OB啤酒。 为了平息民怨,韩国政府拘留了七名地方环境办公室官员, 和六名斗山电子职员,并处分了11名相关官员。 但政府认为斗山电子需要尽快出口,所以批准了立即恢复生产。 半个月后,斗山又被揭发由本分流入了洛东江。 最后斗山集团总裁放弃了经营权,环境部长官被撤换。 但很多韩国民众已经对自来水失去了信心, 最后政府只能将之前非法的瓶装水产业变成合法。 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,瓶装水也不一定比自来水干净? 韩国有研究发现,自来水实际上比瓶装水更干净,引起了民众的关注。 市宗大学天然水处理实验室对11种瓶装水,多个设施的自来水, 以及家庭自来水进行比较后,发现5种瓶装水中检出常见细菌, 反而自来水中没有检测到细菌。 这是因为自来水的管理标准比瓶装水更严格。 韩国自来水比瓶装水有更好的水质管理项目。 有一项盲测甚至显示自来水在味道上也比瓶装水好。 首尔市水务局在2023年5月至9月, 对799人进行了自来水和瓶装水口味的盲测, 结果53%的人选择了自来水为味道上比较好的水。 韩国民众对自来水的过度不信任,正在增加瓶装水的消费量。 但饮用瓶装水不仅要花钱,还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。 虽然很多人为了保护环境都会尽自己的一份心力, 尽责地将塑胶放进回收箱, 但回收这件事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大骗局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回收箱其实无法达到回收的目的, 瓶装水的空瓶事实上只会被当作垃圾丢弃。 在美国只有5%的塑胶废弃物被妥善回收, 全球的塑胶回收率仅为9%,略高于美国。 无论是5%还是9%, 大多数的塑胶不是送到垃圾掩埋场, 就是进入了焚化炉。 韩国有调查显示, 37%的人认为, 即使水质没有问题也没有必要喝自来水。 29.5%的人会担心水质, 但有时候会喝自来水。 18.5%的人从来不喝自来水。 只有15%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喝下自来水。 韩国政府希望可以提高自来水直接饮用率。 为了鼓励民众多喝自来水。 经过宣传提醒民众, 如果不喜欢自来水独特的气味, 可以将水在室温或冰箱中放置约30分钟就能去除气味。 如果民众信任自来水, 但不信任家中的管道, 可以向水务局提出检查申请。 水务局就会派人检查水龙头, 室内管道和水箱的状况。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。 我承认水是干净的, 但是问题是通往房子的水管很旧。 不管河水有多脏, 我也相信自来水, 但我不相信管道。 我当时还是个小学生, 看课本的时候有一个关于以后有可能要买瓶装水的内容。 那时候我和朋友们讨论说太不像话了。 水怎么能买来喝呢? 只是嘴里说非法, 从80年代末开始, 中产阶层以上的家庭都是买瓶装水喝的。 现在想想, 水很贵。 听说石油很便宜的国家, 买瓶装水更贵。 想想就觉得好笑, 在便利店买瓶装水比在加油站加油价格更贵。 当时我还小, 不知道家家户户都喝大麦茶是有原因的。 现在想来, 根本就不记得有买过瓶装水喝。 当你说你要买空气吸的时候, 别人认为你在开玩笑。 这就像是当时人家说要买水喝一样。 经过许多尝试和错误, 韩国才变成了这样一句的地方。 原来我父亲不是为了省钱而每天都去泉水边打水的。 我很惊讶销售瓶装水在90年代是非法的。 80年代我是个小学生的时候, 在学校踢完足球, 打棒球, 跑步流汗后, 就直接走到水龙头前喝自来水。 好了, 这期的K观点就到这里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, 请订阅按赞。 谢谢收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